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 发航在324人客机紧急接反 降落经建机被严重凹击 央视对外电视推特文调 问北约东京开办事处 结果大翻车 以中共为假想敌 日最大规模演习奪倒反登录 武汉财政局罕见向259家企业吹势 美国国商日长周末超过4200万人旅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说 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 丹尼洛夫在27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说很快就要反攻了 但他拒绝透露反攻的日期 丹尼洛夫不愿透露乌克兰反攻具体日期 但他说可能会在明天、后日或一个星期内开始反攻 要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部队手上奪回被占的领土 他又警告乌克兰政府没有在这项决定上犯错的权利 因为这个是我们不可以错失的历史性机会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努斯尼 也在Telegram《铁文》中提到奪回属于我们的事的时刻到落 《铁文家》剧各界对于乌克兰即将向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反攻的益测 文中附上一段长约1分多钟的精心制作影片 内容显示乌军显然在日出时进行训练 影片还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 包括德国际的炮尼式主力战车 以及美国际的反地雷反伏击装甲车 M777榴弹炮和高机动性多管火战系统 过去几个月来 乌克兰一直在策划反攻 但乌方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时间训练军队 以及从西方盟友那里拿到的军备 与此同时 俄国军队一直在准备防御攻势 另外财经专家高子坛说 乌克兰最近的打法越来越多变 而且非常灵活 没有好像那种好死板 总是在南部或者东部糾纏 最近几天大概从5月22日起 俄罗斯境内的三个重要地区 布梁斯克、富尔斯克和别以格罗德地区 都有爆炸和袭击发生 最靠近乌克兰边境的边境城镇科充卡 还被占领 这些城镇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补给线 东部地区军队需要的士兵、设备、 粮食都是从那里补给 打断俄罗斯的补给线 也一直是乌克兰战争的一个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很大的不同就是 两支部队 一个是俄罗斯自由军团 一个是俄罗斯志愿军 由这两支俄罗斯人组成的部队 进攻了这些地方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要推翻普京的独裁政权 他们都宣称大概有上千名战士 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新俄罗斯 不排除有一些乌克兰的士兵在里面 但乌克兰这方面不承认 说这是俄罗斯人打入俄罗斯 是他们俄罗斯自己的事 有分析就说 如果接着来乌克兰大反攻真的开始 如果俄罗斯军队抵挡不住的话 如果普京注定有可能要输的话 那这种内部的反对势力 会不会越来越大呢? 普京会不会内外交困 首尾难顾呢? 所以这些事发生之后 可以说压力最大的是普京 还有中国特使李辉正是访问莫斯科 说是为在乌克兰达成和平而努力 但柏林日报报道说 莫斯科看到的是达成和平面临的巨大障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李辉要求欧洲将俄国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地区交给俄国 并立即停火 乌克兰已一再表示不会接受这一点 发航在324人客机紧急接返降落 经见机被严重塌陷 法国航空一架班机28日早早预定从日本大阪关西机场 飞往法国巴黎大高乐机场 没想到下午突然接返关西机场 之后该架班机被日媒拍摄到 机被严重塌陷的照片在网上封传 引起讨论 关西机场估计有11个航班受影响而延误 综合日媒报道 日本国土交通省星期日说 法国航空291号班机28日早早11点15分左右 从关西机场起飞前往巴黎 在飞越太平洋那时 因气象雷达同空速表出现故障 起飞后约3小时 也即是下午2点25分左右 接返并迫降关西机场 据了解发航291号班机机仍是空中巴士A350-900 机上连机组人员再有324人 迫降前曾请求地面出动消防车待命 幸好最后顺利降落 目前机上未全有人受伤 后续有日媒拍到 发航291号班机机被明显脱寒 目前正是进行抢收 国土交通省等单位也正是了解出事原因 另外受到该班机特折犯的影响 关西机场预料有11个航班延误 以中共为假想敌 日最大规模实弹演习 夺倒反登陆 日本陆上自卫队27号在东富士演习场进行富士综合火力演习 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场实弹射击演习 当局出动3,400名兵力 战车和装甲车68部 角色火炮64门 以及次世代多用途直升机UH-2 V-22鱼英式倾斜船逆机等等 演习假定敌卦军队入侵倒序 以及从敌军手中夺倒 似乎是针对中共军队 据日媒共同社等报道 日本在位于靖江沿玉玉殿祥市的东富士演习场 进行国内最大的一场实弹射击演习 由防卫大臣奔田正一亲自出席视察 演习总共分为昼夜两部分 并在驻守的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 实施跨军种联合作战和情报搜集 演习如何在岸边拦截 镇压敌方并从敌方夺回尼岛 这次演习和往年一样 切想在尼岛进行作战 坦克、装甲车、火炮、直升机 用于偵察的掃描英无人机 电子作战部队等陆续登场 演习主要因素还包括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攻防战 同时包括了对岸作战、反登陆作战 当局还派出V-22鱼英式倾斜船逆机 再运水陆机动队在演习场内飞行和空降团 并在晚间进行夜光下的射击训练 报道说其实综合火力演习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曾开放民众参观 不过从2020年起就以防疫为由 不再开放参观 今年3月鉴于严峻的国防安全环境现状 军方决定将演习目的着重在队员教育 因此不再以公开方式举行 而是透过网络直播 陆上自卫队透露 27日上午的演习使用了约39.9吨弹药 相当于8.5亿万日元 央视对外电视推特办文调 询问北约东京开车办事处 结果大翻车 北约移于日本车联络点 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26日在推特发起投票 询问网民是否支持北约在日本开车联络办公室的计划 结果大翻车 有场外人甚至投票和刘平论话应开在台湾 北约移于东京设立联络办公室的消息 日前都获北约和日本官员证实 引起外界烈烈讨论 中国、俄罗斯、北韩等国家都跳脚 指责北约将手深入亚太 威胁地区安全 中国环球电视网26日推特发起投票 选项中有 我强烈反对和我支持 居自由时报报道 截至28日下午5点为止 该民意调查选择我支持的推特网民高达85% 而投下我强烈反对的只得14% 该报道说目前该投票还未下架 推特上网民纷纷在评论区讽刺话 为什么没有强烈支持这个选行 中共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问外国人这个问题 我不止支持北约在日本设定 还支持在台湾也开一个办公室 比起日本 台湾更是一个理想地点 北约也应该在台湾开设 激死你中国 消息没有提及中国媒体报道 是否涉及了这次推特调查 同意有结果 武汉财政局刊见登报 向259家企业吹债 中国大陆地方债务危机公开发 湖北武汉财政局登报 向259家企业同单位公开吹债 要求欠债人尽快还款还债 另外武汉市财政局还将武汉市下属的 五个区财政局 逆列入借款未还单位 需要他们常还欠款 这种做法被称为罕见破天荒 在26日 武汉市财政局 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在长江日报发整版债务吹收联合公告 要求259家企业单位常还截至2018年 还未常还的欠款 所列的债务清单显示 259家企业同单位中 欠款最高的达2,354万元人民币 欠款最小的是1万元 据粗略结算 合计欠款本金超过3亿元 利息等主从权利质案 相关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 其中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欠款最多 欠款本金2,354万元 其次是武汉红淘开集团有限公司 欠款本金2,000万元 再次是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欠款1,500万元 知名企业统一集团也欠款1,0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常见的企业欠款 武汉市的区财政局也上榜欠款名单 包括5个区财政局单位 劝商中国27日的报导认为 武汉当局的公开吹债行为罕见 美国之音报导说 武汉市破天荒的公开吹债行为 突显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恶化 武汉和中国很多其他地方政府一样 在历时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间 财政收入大幅缩水 而防疫抗疫费用就直线上升 房地产市场低迷 也让政府收入锐减 公司借钱不还或者还不起 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新常态 美国国商日长周末 超过4200万人旅行 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是美国阵亡战士纪念日 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国战士 亦被认为是夏季的来到 今年的长周末假期 预计有超过4200万美国人出行 在阵亡战士纪念日长周末 不少游客涌向马萨珠塞州 著名的海滨度假地科德国 感受那道古樸的村庄 风景如画的海滩 不过对于游客们来说 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超过预期 科德国游客说 景色是绝对值得 这里太好了 完美的天气 就是车程有点长 但百分百值得 美丽的地方我们还会再来 在世界之都纽约 舰队州亦是这个礼拜登场 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舰艇 以及来自北约盟国 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的舰艇 载着约2400名水手 来到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码头停留 民众可以登上军舰观光 一堵海军风采 在城市内还有各种军事演习和飞行表演 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30日 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旅客们面临着停车场爆满 交通涌跡和大排长龙的情况 底特律居民说 来到这里停车场已经满了 南边和北边的停车场都满 所以我们需要开到另外的停车场 美国汽车协会就预测 今年的阵亡将是纪念日常周末 将是2000年以来第三繁忙的周末 预计将有超过4230万名美国人出门旅行 比起去年增加7% 另外预计将有约340万旅客 搭乘飞机飞往目的地 比去年增加11% 印第安纳波利斯居民 Nancy Carter说 太繁忙了 今早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机场 是我见到最繁忙的机场 我已经从那里旅行了四十几年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